嗨 大家好 我是花痴小妹 盛盛老师今天我准备的什么呀 咦 这个好像里面装着橘子 咦 打开 打开 哇哦 咦 这个橘子好特别呀 你们看看 它怎么是用包装给包裹起来的呀 嘿 这橘子都不用剥皮了 沈老师怎么给我准备的这么贴心的橘子呀 哈哈 我要开始吃咯 诶 奇怪 怎么一打开这包装 橘子全都散咯 给大家看看 嗯 都闪成一盘一盘的 我再尝一尝 嗯 这不是橘子 这个是橘子片造型的软糖 我说呢 怎么咬起来有点硬 嗯 不过这样再嚼着嚼着 它就软了 嗯 我记得像这样的橘子片软糖啊 小时候在学校路边的小卖铺买 要五分钱才能买一片呢 嗯 哎呀 这橘子糖有点黏牙 哎呀 哎呀 不过橘子的果汁味还是特别浓的 嗯 吃在嘴里啊 好香啊 但这包装才有创意了 这么看着就像一个完整的橘子呢 打开了才发现 哈哈 原来是这些橘子片的糖啊 合在一起 嗯 哎呦 这外面还裹了一层细细的白砂糖 吃在嘴里啊 甜甜的 嗯 这橘子片软糖啊 吃的是糖 但是心里面啊 想的是回忆哦 哼 是这橘子会想到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橘子 它是哪个季节的水果吗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创意橘子片软糖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啦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